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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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震受损后的卧龙山庄楼道里拉满了各种电线 便与人们与外界联系 作为熊猫深海行为学研究的一部分 科研人员用照相机拍摄了大量的照片 记录了许多桃桃成长的珍贵瞬间 科研人员在拍摄熊猫的同时 也会记录下来自己生活工作的点点滴滴 初夏时节 雨后的八郎山绿草如荫 牦牛在草垫上吃着肥美的绿草 鲜花在露水中绽放 卧龙基地的水池里 人们投放了一些鱼苗 工作闲暇时 牧师杰、吴大夫两人便给鱼苗投食 希望这些鱼儿也能像熊猫一样 茁壮成长 春夏时节 山上马黄很多 上山寻护熊猫时 他们都要穿上特制的长袜子 才能抵御马黄的侵袭 身穿迷彩服的科研人员 在猪丛中发现了大熊猫草草 和桃桃母子的粪便痕迹 他赶紧用对讲机通知同事前来采样 通过这些粪便 科研人员能够分析出草草摩子 在半夜化环境中生活的身体健康状况 春季 绝类植物生长茂盛 它们将二七熊猫眷射装扮得十分美丽 研究人员行走期间 如行画中 二七卷舍边的视频监控小木屋 也和环境融为一体 科研人员都会坚守在那里 守护着熊猫草草母子 借助电炉子 科研人员才能吃上一口简单的热饭 他帮你玩下去 他滑一脚 滑一脚 把我手上 他踩地板上 你开始说了吗 雨后的卧龙 山林中雾气蒸腾 飘渺如仙境 开春以后 这个草啊 这个树叶都长出来了 所以说现在越来越难 很难发现 它们在什么位置 到第二期卷以后 它这个面积已经达到四万平方米 它就是在熊猫的一个元栖息地里面 进去没有两三天 它就能够去找到水源 在这个复杂环境里面 现在有这个方向感 陶陶在培训的过程中也出现了意外 有一次啊 那个陶陶在一个大概十五米高的一个树上 他从树上下来的过程中 大概在十米左右 他就一时少 就从这个树上掉下来 当时我非常担心 然后我们马上派了几个工作人员去看 然后当我们的人去到那个树旁边的时候 发现它不见了 当时我们非常非常着急 然后四周转了一圈 看了看 然后离它这个原来那棵树 大概十五米左右的地方 它又爬到另外一棵树上去了 一场大暴雨之后 发现于巴浪山的皮条河水位暴涨 洪风闭进沃龙基地的地岸顶端 暴雨又引发了泥石流及身体滑坡 沃龙熊猫基地又处于危境之中 这那个路上黑洞看到黑洞的全圈红色的4213 就是他们买的 就是我们的那棵树 就是地上那一刷到的 一刷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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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是找不到的 然后刷到那个圈圈 触目惊心的乱石 触目惊心的血红色圆圈 那些在地震 近一刷流中丧生的冤魂 就葬身于乱石之下 沃龙基地的科研人员 需要长年雷月 奔走在这条危险之途上 他们之中 有两个人曾在路途中被落石砸伤 但是为了中国的大熊猫保护事业 没有人引直而退缩 2011年春夏之交 大熊猫锦竹 西西 鹰影 苏林等四只熊猫 来到沃龙 他们是参与野化培训的第二体队 参与野化培训的大熊猫多了 沃龙基地紧急安装了一批视频监控设备 这些监控摄像头安装在树干上 竹丛里 24小时全天候监控着 所有熊猫的一举一动 收运后的大熊猫 慵懒而可爱 它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魔力 能打动和改变所有看见它的人 临产前一个月 收运熊猫就开始减食 活动量也减少了 它每天昏睡 偶尔它也会表现得很兴奋 细水 筑巢等 这些都预示着熊猫宝宝就要出生了 又一个夏季来临 7月7日 海龟大熊猫苏林在沃龙基地产下了一只幼崽 2011年我们在大熊猫野化培训这个二期项目这个我们有了一个新的计划 所以说2011年是第一只熊猫参与野化培训 而今年我们是计划了六只大熊猫 10型大熊猫参与这个野化培训这个研究工作 通过发情配种 然后再到了这个怀孕期间的监测 最终是有五胎七个宝宝这个出生了 那么这里面有四只是在沃龙的野化培训基地出生的 这个环境应该说对大熊猫的野化培训是非常好的 通过研究应该说我们在去年曹操带陶陶培训的这个基础上 有了很多更新更多的新的认识 应该说大熊猫的野化培训我们觉得提供一个好的环境很重要 像沃龙野化培训基地本身就是大熊猫的栖息地 那么这个大熊猫在这边它生活本身就是一个它延伸地 它应该说更实意它的这个行为的发育以及这个野性的培养 那带宰呀它很多我们现在看如果给它一个自由的空间 很多熊猫它更愿意想成这个没有这个摄像头看着它的对方 它比如说在半野生的环境中 我们给它做的产槽 它至少感觉周围的人为的干扰少 像这些通过我们这个比较严格 我们应该说对下一步的奉规 野化培训这方面的计划更有信心了 特别是景竹带宰特别好 它也在半野生环境中生活 但是这个带宰跟这个野生的这个能力吧就相对就比较接近 所以说我们就给它更多的机会让它继续在这个环境里培训它的宝宝 到下一步还会有更自杂的环境 卧龙虽然遭受地震但人气为伤 灾后腔脏同胞的生活依旧在延续 卧龙镇二村二组的核桃取亲 近千名相亲来吃喜宴祝贺 卧龙镇因此变得喜气洋洋 热闹非凡 卧龙基地和腔脏村寨是尽力 于是科研人员也忙里偷闲 去吃喜宴 斩斩新郎新娘的喜气 卧龙熊猫基地的员工牧师杰家在地震中受损 如今他也搬进了原建的新居 地震后他又生养了一个孩子 他给孩子的礼物就是一只熊猫公仔 牧师杰的父母虽已年迈 但他们的生活也发生了变化 他们娴熟地使用健身器材 一点不比年轻人差 秋天到了 卧龙的阳光将丛林染成醉人的金黄色 大熊猫的野化培心 应该说也是非常艰辛的一项工作 像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吧 在里面非常的辛苦 很多都是跟这个家人不能相聚在一起 不能照顾小孩 他们也是心里面吃老实话 我们能够感受到确实是付出了很多的艰辛 为了熊猫他们是气了很多 但他们心里面也是觉得 愿意为这个事业去独立 去工作 非常好的团队 也是对这个工作良好推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 吴大夫一家三口居住在三个地方 他在卧龙 妻子在雅安 女儿在渡江宴 有时家人一周团聚一次 有时忙了 一个月才能在渡江宴的家中团聚一次 作为父亲 他总觉得亏欠了女儿 因为他的缘故 女儿也对熊猫十分喜爱 照着父亲拍摄的熊猫照片 女儿用稚嫩的双手 画出了心中的熊猫形象 小胖寮 邓临华也是个好父亲 儿子喜欢钢琴 周末回到独江宴 他就和妻子一起陪儿子去练琴 看着儿子专注地练琴 夫妻俩心里甭提有多高兴了 2011年参加野化培训的大熊猫张卡·西西生育了双胞胎 他们各有一只幼崽被送到雅安避风峡基地 在育幼室的保温箱中进行人工育幼 饲养圆张亚辉用棉花团刺激他的腹部 让熊猫幼宰能够顺利排便 在雅安避风峡基地 工作人员过着集体生活 吃食堂 住宿舍 24小时 看护着刚出生的熊猫幼宰 羽幼室的旁边有个小值班室 羽幼人员就住在这里 他们每隔三至四个小时 就要给幼崽喂一次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工作人员的精心护理下 熊猫幼宰顺利度过了刚出生时的危险期 健康发育逐渐长大 我们做的一些对比研究 大熊猫苏宁 它和它的宝宝 它因为是人工环境中长大的 我们并不知道它在一个半野化环境中 带熊猫宝宝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但通过比较研究 它确实相对来说 负载的能力 特别在半野外环境中 带载的能力要差一些 还有它本身天性更好闻一些 跟我们去年的大熊猫草草 它的母性 以及它的育幼的能力来说 就要差一些了 那么我们想遇到这种情况 我们也想让它继续 继续在这个环境中培训 还是让它回去 我们也经过慎重的考虑 并经过充分的评估 我们觉得它至少它目前的状况 状态不太适合让这个宝宝 就是说在这个野化基地 进行这个野化培训的研究 所以说我们把它转移到亚岸 进行这个对比的研究 其实我们心里面是希望它的野生 但是确实研究我们的尊重 它真实的一些表现 进行决策 再后重建 给大熊猫和卧龙人的生活 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 经历两年野化培训的陶桃 能否顺利放归野外 她回归山林 离开了人类与母亲的庇护 能否平安生存下去呢 敬请收看野性桃桃第三集 回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曹操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曹操体格健壮 众人费了九牛二户之力 才将他抬到二戚培训全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冬天的卧龙一片萧瑟 皮条和两岸冰挂林立 白雪堆积的乱世期野化培训卷设中 牧师杰 吴代夫穿上熊猫服 踏着鸡血将桃桃背到二戚卷设中去 也许在背楼里有一种身处摇篮的感觉 桃桃一直很温顺地爬在背楼里 当人们将桃桃放进卷设时 他若有所思地回头看了看 《彧王父 dann是从小监独水中夕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